这里是越南的盲街 今天我要离开这里 去往咱们中国广西的东兴市了 在这边已经待了20多天 大致上面都了解了 因为锦衣和资格 我办的签证也是多次往返的 所以很想回东兴看一看 去逛逛东兴的街道 在广西那边待几天以后 再回来盲街 然后到时候看是让阿静 或者是小五给我当作翻译或者向导 再了解越南这边农村的一些风土人情 这是盲街的口岸 前段时间来的时候感觉特别陌生 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 不过现在在这边待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还是从这里进去 这边都是从中国那边过来越南的 还是这个熟悉的广场 等下进到口岸里面就不能录像了 大家通过我们最近的视频也应该能了解到越南这边的一些生活 总体来说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看到没有 在我的前方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兴口岸了 但是我们要从这边出境 这里是出境 等待是现在进去 此时的心情特别激动 不知道进去要排队排多长时间 刚刚出了越南这边的口岸 已经走向了中越友谊大桥 跟大家说一下 在口岸里面的话 千万不能拿出来手机打电话或者是录像 连看时间都不行啊 不然 那边会有人卡着不让过的 我刚才差点出不来太大意了 就看了一下时间 他就会问你干嘛的 我就说看了一下时间 还好没事啊 跨过了这条红白相间的斑马线 就到达我们的祖国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 这边是大酒店 北伦河 好了 我们到这边还要过一道坎 朋友们像不像穿越了一样 在那边还是越南 走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中文汉字了 还是挺快的 在里面排队排了有40分钟左右吧 又看到了我们这边的一些商店 在越南待了20多天 我的车一直停在东兴这边酒店的停车场 估计已经打不着了 现在打个车过去看一下 还是回来方便一些 不管是住酒店打车或者是买东西都可以用手机支付了 用手机软件叫车竟然叫不到 算了才一点几公里 我骑个共享单车算了 在东兴这座小城 骑电动车还是相当方便的 大家看一下一排随便去 好嘞 成功开锁 戴着衣服放开 偶尔骑一下电动车真的特别爽 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又方便快捷 好了到我的车这里了 又见到我的爱车了 它已经有13年的车令了 陪我走过了春夏秋冬 也陪我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车打不着了 先把引擎盖打开 打不着的话 其实我们买了保险的话 可以打电话到保险公司 让保险公司过来免费打电 但是需要等一段时间 我车上背的有打车的充电宝 等一下试一下看能不能打照 把充电宝拿出来了 正负极接队 试一下看能不能打照 正负极一定要接队 不然很容易把起车的电脑烧掉 电瓶是去年才换的 完了 打不着吗 刚才发动了两下没发动着 不知道是不是没加好 再重新加一下 车子打着了 开出去溜溜 给电瓶充下电 不然等一下又熄火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朋友们 如果车辆长时间不开的话 怎么样保持电瓶有电 不断电 如果懂得朋友的话 请告诉一下胖君 谢谢 然后这几天就在周边转转吧 然后去找个地方休息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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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